接下來我們要看這個語音的部分要怎麼做 那各位呢 這個語音 你可以用真的 是一種方式 但是你也可以用假的 我們這邊 有一個濾氣叫做 Fleckle Noise 中文一般般做碎形 好這個 那 這個呢跟我們在Photoshop裡面 你有一個 很像的 我這邊建一個新的給各位看一下 好進來之後我不知道以前各位有沒有用過 在演算上色 這邊 有一個 雲狀或雲彩 各位有沒有用過 沒有 你們都沒有用過這個 有沒有變這樣 這樣是不是有點勻的感覺 我們在 AE裡面 也可以這樣做 好可是 在Photoshop這個濾氣 很抱歉 都沒有參數可以調整 你就只能繼續做一個做隨機的 但是呢我們來看看喔 一樣的功能 我們在這個目錄 Noise and Grain 就是雜點 雜點裡面有一個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呢要做之前 我們 希望 有一個圖 跟你剛剛找的那一張地圖 地球 是一樣大的 為什麼 因為我在剛剛這邊 是不是已經有做的動畫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動畫的效果 還有這個 包起來的這個 半徑啊 那些 是不是可以摳給新的那個檔案 所以我在這邊想要做一個跟他一樣大的 這樣我待會動畫就不用重做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我們來這邊 先確認一下 我的這一張 你看 這一張的尺寸 這一張的尺寸我回到我的左手邊 這邊 這裡我拉開一點 好回到這個 Jet 我們看一下 我這一張 是1024x512 所以我也開一個新的圖層 來從這裡 Layer裡面的New Layer New Solid Solid就是我們講的 10星的圖層 有點像Photoshop裡面的 空白圖層 只是它是有 顏色 這個 按下去 好 那我的尺寸 這個是 1024x512 你的跟我不一樣 所以不用跟我一樣 好不好 要根據你自己的喔 好那我的顏色呢 我就來選擇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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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讓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我先用另外的顏色 我先用一個灰灰的 這樣有沒有跟它一模一樣大 那最好位置也要跟它一樣 所以說 來你可以看到這裡 如果我想要位置跟它一樣的話 你記得以前我沒有用過對勤嗎 在這邊 你看我把原本地圖那個 好地球的 它是不是有一個位置 我可以把這個位置 點到它之後 它的坐標就可以複製給上面這一個 那你看我點到它 按下Ctrl加T 好 這裡打開 這裡打開 我的位置 要跟它一樣 所以我點到這裡 Ctrl加V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數字 現在是一模一樣 兩個坐標一樣 自然它就對在一起 這樣有了解嗎 好所以你可以先從這邊 再看一次喔 Layer New Solid 那這個尺寸 請你調整跟它一樣 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 OK之後 我們再來這裡 特效裡面 Noise and Grab 在這裡 Breakle Noise 這個位置 有沒有感覺很像 有沒有跟Photel那邊一樣 可是呢 這個濾鏡 人家是有很多參數可以調整的 這樣了解 你看在這裡 有基本的 有比較亂的 比較動態的 有沒有很多種 而且每一個都有參數可以調 這個 比較像那個 飯糊的那個 筆刷那種感覺 有沒有 眼又軟軟軟軟 會像這樣子 所以你都可以找找看這裡面有很多 像這個比較石頭的 這個就看你自己 你想要 什麼樣的一個 效果 它上面其實還蠻多的 這個是雲比較多的 你用基本的 我也不反對 好那 這個地方 你待會可以試看看 那 我先把 下一個先講一下 就是 在這邊 我們原本不是有把它變成一顆球嗎 對不對 就是變成這樣 請問特效 我會複製 可以吧 所以 我的 這個 CCSphere 你看一下 特效 因為我 這一張 新的圖層 已經跟他一樣大 位置也都一樣了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特效 複製給他 那我複製的時候 因為這個特效是已經做動畫了 所以動畫也會順便一起帶過去 好所以我們試看看 你看 點到他 一樣的 Ctrl加C 好點到這個圖層 Ctrl加V 等一下 要回到這裡 然後回到這邊 好 我在這邊 你時間走到回來 不然他就貼到後面去了 好所以我在這裡 Ctrl加V OK 眼睛打開 大家 你有沒有感覺 兩個已經融在一起了 對不對 因為動作都一致嘛 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剛剛講他會有一個擴展 這裡有沒有擴展 因為這個 他本身 就是 最左邊跟最右邊沒辦法怎麼樣 無縫陰接在一起 所以就會有一個接縫 好像包裝紙到那邊 沒有連續一樣 這樣了解 這樣有沒有問題 給各位做一下 好不好 好嗎 好嗎 nova